接頭訪問打破經濟最敏感的薪資問題 攤在陽光下 會讓TikTok的網紅對民眾的薪水這麼感興趣 實在是因為太多人都面對工夫過低的問題 薪資過低又面對通膨壓力全面籠罩 難怪有高達三分之二的美國民眾抱怨 薪資漲幅永遠跟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 數字攤開來看更是明顯 今年6月美國平均的時薪是2% 27.45美元 大約台幣820元 雖然1972年的時薪還不到4塊美金 從頭表上看來 美國薪資成長的幅度應該讓人很滿意 但如果把通膨計算進去 過去50年來 美國的平均時薪幾乎沒有太大的變動 跟70年代相比 只增加了0.12美元 這不是真的 薪資沒有增加了 他們有 但他們還沒有增加快速度 從80年代 財產已經改變了很多 我們真的從工程度到工程度 當你對財產的大大改變 有時薪資不相同 但它真的影響到 每個人的生活風格 每個人的費用 不是沒加薪 只是加薪的 好像都不是自己 美國最底層90%的勞工 從1979年到2020年的薪資 漲幅還不到三成 薪水在金字塔頂端 1%的人則是上漲179.3% 幾乎翻倍 而金字塔的尖端 0.1%的人生勝利組 年收入更是增加了將近四倍 薪資的調整 不度不平均 讓大部分勞工 對加薪很無感 勞工市場活力不足 人力流動緩慢 也是造成薪資停滯的重要原因 美國有將近一半的私人企業 要求員工簽署 所謂的禁業條款 限制員工跳槽 也因此影響整體產業的 薪資幅度變化 金字不透明的企業文化 同樣減少薪水增加的機會 更是可能成為財富不平等的 幕後推手 對很多人來說 薪水遲遲沒有變化 不只是生活方式被迫改變 更影響到許多人的自我陣同 專家建議美國政府必須從政策上做出改變 包括限制禁業條款 鼓勵工會為員工爭取權益 企業薪資增長幅度跟上腳步 才有望躲過經濟衰退 避免對社會造成嚴重的衝擊 GVA新聞 總部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